大家好 我是王掌 歷史為何要朝讀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們很多人都覺得歷史故事很悶 事實上是否真的這麼悶呢 我覺得這件事是見仁見智的 我們每天會看武俠小說 會看愛情電影 會看八卦雜誌 事實上歷史故事有很多這些元素 我們經常說武俠小說怎麼來呢 歷史故事裏面有很多武俠小說的情節 如果我們真的去揭本《史記》出來看 原來《遊俠列傳》、《刺客列傳》 出來的效果跟我們平時見的武俠小說裏面的故事一模一樣 愛情故事更加多 但為什麼我們一直都認為這些東西是悶的東西呢 就是因為大家一直在讀書的時候 大家都是由一些《死記》、《硬梅》等方法去看 如果大家聽的時候 都不當故事聽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有成語動畫狼 當時我們是看卡通片 用卡通片來吸收的時候 我們覺得開心很多 但現在好像不是 現在大家硬記書本上的知識 好像浪費了 我們好像將一些明明有趣的東西 都將它變成一些很悶的材料 所以我們嘗試一下 譬如用一些潮流的方法去看 初初其實這是另一個電台節目 初初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會否找到一些歷史的真相 我們經常都覺得 我們的歷史原來是被人散改了 故事跟我們本來不同 我們最初第一集做的時候 我們就講唐伯父 大家心目中的唐伯父 就是周星馳 你又覺得 就算不是周星馳 可能是陳豪 不是陳豪 可能是杜汶澤 甚至是鄭少秋 有些人又想起粵劇裡面的唐伯父 究竟誰才是真的 我們當時好笑 我們跟主持在說 我們在說 唐伯父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不會懂得打功夫 一定不是用霸王槍那個 但是是否娶了九個老婆 他是不是真的娶了老婆 叫做秋香 是否真的去做華安 做別人的書筒 如果你看歷史 故事不是這樣的 他為何告訴別人 他有九個老婆 原來這麼巧 他老婆的名字叫做沈九良 就是因為名字撞中了九字 大家就說 不如給他一個故事 說他娶了老婆很風流 我便找找 原來有很多這些故事 我便拿出來 大家看看真相 我便說 挺有趣 所以我們想想 不如我們索性 用潮流的方向 找出歷史的有趣地方 讓大家有一個新的角色 如果你說吸引我的歷史 應該這樣看 最初期吸引我的東西 一定是武俠小說 我們小時候看金融武俠小說 發覺他將很多段歷史 放進他的故事裏面 他大部份的故事 都有些歷史背景 所以我覺得 我是在那部份裡吸引我先 然後我自己都寫武俠小說 我自己都是篡改歷史的 我寫的武俠小說的內容 是講風神榜時代的歷史 我將我轉了一些故事出來給大家看 我突然間在想 原來我們將這些故事 變成了生動的故事之後 可能會有新的角度 於是我便會將不同年代的歷史 都抽出來 我們便將它精華了一些有劇情的地方 有些地方可能是感動人 有些地方可能是一些趣事 好笑的位置 真故事和假故事的比較 這些是很有趣的地方 我們希望在這些地方 引到大家的興趣 如果我是一個歷史科的老師 我首先要想 怎樣去設計考試題目 我覺得大部份人都在這個情況 就是考試要怎樣計分 我便會想怎樣去取分 如果我將這件事變成一個遊戲 我想會比較好玩 如果我們將這件事變成了 用現在的方法 大家報完一輪書之後才來玩 可能那件事情不太開心 但我說不是的 可能是一個遊戲 大家用一個遊戲方法 去回答歷史問題 然後這件事 能夠取分的機會會更大 第二件事 就是我又會希望大家可以看歷史的 所謂的影響 現在很喜歡 大家讀歷史 是讀事實 讀事實 讀數字 讀事件 但是那件事 其實會不會有些寓意 或者有沒有一些教訓 不要說教訓那麼嚴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那件事背後有沒有一些原因 令到它將歷史故事這樣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看起來 那個趣味性可能會再大一點